再去看一下这个百合花 有一盆百合花的话 花朵已经全部开败了 可以把它全部修剪掉了 就是这一盆百合 之前开败的这个花 已经全部剪掉了 然后就剩下这一个 看到没有 这个花瓣已经全部掉掉了 现在就把这一个花朵给它剪掉 这样就剪好了 然后的话就可以把它搬出去养了 因为花的话已经开败了 就不怕淋雨 还是把它搬回原来的这个地方养 接下来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它养球了 养好球的话来年又可以复花 那要怎么养球呢 就是要隔一个星期或者到两个星期 给它喷一次这个零甲肥 这个零甲肥可以让这个球壮大 现在就去调一点这个零酸二氢甲来 这个零酸二氢甲给它兑水稀释2000倍 因为现在的天气比较热 先给它喷叶 再给它灌根 好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这下一个川园生活 我们明天见 一边 感谢观看